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钱是纷扰 钱不是万能 没有钱 万万不能 那拼命赚钱的结局就是一定要想办法把它花掉 赚钱多也是很麻烦 尤其是你的这个事业 刚好要股票上市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各方势力角逐的时候 我先请教一下瑞德 是 这个事情是怎么拼出来的 这个事情是因为有人跟这个调查局检举 那也有人跟媒体检举 那他检举的东西非常的清楚 包括人事实地物 那后来呢 还有进货的凭证 对 然后所以呢 后来由这个一周刊 因为调查局当然没有那么快就动员了 事实上调查局认为说他们搜证的时间已经算快了 不过就检举的人来讲的话 我等了快要半个月一个月 你好像都没有什么比较积极的动作 所以呢 直接跟媒体检举 那跟媒体的话 我们知道台湾的这些 所谓香港来的这些八卦杂志也好 狗仔杂志也好 他会用很快的速度立刻去跟肩 那跟肩了以后八卦 所以我们在周刊里面所看到的 包括鼎王在台中 雾峰 乌日 高雄这些据点 事实上都是有人点出来 不是他们的行 你知道吧 不是说狗仔自己那么厉害 这些点他们都知道 有人点 点了 就管媒体检举 对 跟媒体检举 那事实上他检举的资料 跟调查局检举资料是一样的 对 而且更诡异的是 通常检举都会有 都只是会有第一次的检举 因为他第二次 第三次不断的补充资料 那也就是说这个检举的人 对他们内部非常的清楚 也不是一般 像胖达人 胖达人是因为内部的纠纷嘛 对吧 那但是它变起来 内部一定有一个 而且是在中上以上的高层 非常熟悉鼎王的整个座业的程序 在他们里面算是浪胖就对了 不过 这个从鼎王这件事情 可以看到去年现在的这个时候的胖达人 去年这时候的胖达人是穿得抓不住 抓摆到抓不住 对吧 一个胖百多块 怕死人 生理又很好 生理又很好 好 大家在内部我每次走到那个店 那香文树里 怕死人都怕 好香啊 那有共同一个特征就是说 顶王其实他从民国80年台中中校路 开始展店以后 这些二十几年来 尤其在台北 哦 那个生理非常好 那你假日没有事先定你根本就进不去 然后再加上他的服务人员是我们台湾很罕见的 日本式的90度大鞠躬 就不是事先发生之后他们才讲的 对 他们是事先 事先破上去他们就对汤底有疑问 也就是说他的汤底没有那么好 不管酸菜锅也什么 好像有点怪怪的没有那么好 所以这边检举的重点是什么 检举的重点就是说 他并不是像他所讲的 像什么32种的中有材 然后天然的比如说什么果处 对不对 后来现在也拼了 根本就不是什么天然的果处了 就是公园处公园座 对不对 就是这个东西嘛 所以今天也被加罚了 先用这个广告不实 给他先罚20万嘛 今天加罚一个金针菇 好征疗下 说金针菇只要降低胆固存 今天又加罚一个80万 这是三天前就已经准备要罚的 那今天正式罚100万 所以呢 他的重点就是 顶王并不是像他宣传的一样 都是天然的 然后32种中有 他有用很多的粉 其实啊 到那一天他们承认说 有加这个康宝鸡汤块的时候 事情就差不多 大家都大概就是心知肚明了 那后来他们解释说 我没说全部都天然的对不对 这里从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得出来 事实上诚实是最好的面对方式 因为所有事情都从三年前开始 他的配方汤头由三年前开始改变 那三年前是什么时候呢 开始大量的展店 生理越好的时候 生理不太好的时候 他可能有可以这样做 那生理好起来 因为做不复杂 那他汤头改变消费者难道不知道吗 所以我才讲说 大家有空可以上网去看一下 这些美食家这几年 这两三年来 对顶王开始一些疑惑 他的汤头的改变 已经大家也吃出来 也觉得有点疑惑 那检举人是什么人 检举人 检举人 我就讲了 一定到里面对不对 最有可能的就是古城灸的那些人 对不对 他就是要给你好看嘛 对不对 不是 可是现在也没有查出来 他到底里面有添加什么 危害人的东西 现在有关于这个部分 汤头里面有没有一些 有没有危害的东西跟 有没有标示不实对不对 那是两回事 那是不一样的 所以他现在是 就是用标示不实来办 标示不实 但是如果你收的钱 是标榜是中药32 现在知道没有32样 只有顶多10来样而已嘛 那这个广告不实可以先发嘛 那可是你有 有没有詐欺的嫌疑 现在已经移送到 检察官那边去办 就刑事责任的问题 没错 对 先不讲顶王 先问汪杰明先生 有这么刺激吗 我要说一句话 在过去这几年 因为食品业 突然今天科技没有方向 传产没有洞逃 只剩下眼光都在食品业 那时候所有的餐饮店 特别是观光的关系 那从网品到这个F5 就是F5美食 85度C 股票冲破200块之后 想说电子股一路往下掉 那时候HTC 已经往下掉了 然后这个食品股一路往上涨 只要跟观光有关往上走高 几乎所有创投在那个时候 都目标锁定 已经有2到3个店的厂 跟他谈说 我多少钱进来 天使资金 所以我估计 其实这个案子里面告诉一件事情是 在他还是只是指示鼎王的时候 我相信有一堆人捧了钞票 跟大家说 我先买你的股票 等你IPO的时候 我协助你展店 你店展的越多 你股价就越厉害 因为用电数乘以股价 还记得当时 其实只要是 胖达人 胖达人最经典的 其实胖达人案例 跟这个案例有很类似 那胖达人是全 全国已经停业了 对 他现在18家已经停掉 全部了吗 全部了 一半顶让给人家 一半停业 因为他资本只剩10块钱 你知道胖达人的状况 其实最经典的 胖达人是怎样 当时也是 因为他面包做起来了 那时候他才一个店的时候 很多的创投捧钱 跟他说 我要买你的股权 让你拓店赚钱 然后他都不愿意 因为他的店很好 一直到小S的公共出现 跟他说 我有家上市公司 我会入住你家公司 然后帮你拓店 还记得 这个Dear一做成的时候 就是胖达人把他50%股权 卖给了基因之后 他开始全台湾破点 拓到香港 拓到大陆 然后基因的股价开始大涨 然后他的获利开始增加 所以胖达人要做什么事情 他把赚钱给他的兄弟姐妹 想去做别的更多的生意 结果更多的生意之后 就亏钱了嘛 基因因为他的业绩 有一半是来自于胖达人 所以基因股价就波动了 所以最后他就下市了嘛 他就下台了 那时候胖达人老板就下台了 下台完之后没多久 香港就传出来他用香精 这个案子其实很类似 胖达人下台之后自己去 不知道是不是 就是很巧的时间 香港就有一个人 他说这是香精 然后新闻很快就回来台湾 然后整个就发生这么大的事情 你看这个案子其实很类似 因为里面有三个疑点 第一件事情是 像他这么赚钱的公司 相信创投一定是捧了钞票来 他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律师 而且这律师莫名其妙的出现 这是第一个疑点 哪一个律师 就是他说的一个博士律师 走过来说拿20%股权 第二件事情 我要回来一件 油电双掌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杀伤 因为他的毛利不高 那他用那时候一口气 撤三个品牌拓电 他的店又怎么样 吴老锅嘛 对 然后他的店又怎么样 还有一个是 烧盐 烧盐 对 然后其中我就不要讲 我讲我们家的例子 我家竹北 然后竹北他那个店是在十字路口 那原本是一个羊排店 卖牛排顶级的 一百一千多块的顶级牛排店 那是一个两层半的羊房 然后拆掉 想说这个牛排店 生意不是不错吗 很好吃啊 怎么拆掉了 没多久就盖了他那个 就是鼎王的特殊的建筑 黑色也没有直直的 然后一个格子一个格子 没有三层楼 后来他顶王来了 那所以他的特色怎么样 他一定是要找空地 然后空地核件 你想空地核件 那这要多少资本 然后他的锅要特别的锅 然后要烧瓦斯要电 那你想在这两年当中 油电一涨 他资金一定有问题 这些天使这些创讨 他是有两个面孔 你很有钱的时候我是天使 我想抢的要有 但你没有钱的时候 你价格低一点嘛 我给你吃多一点 然后呢 这时候但是他缺钱 他展店这么 这个毛利30% 但是问题是 你展店的费用会吃掉你 你又没有上市 你跟银行 而且这种市民要跟银行业 你又没有土地 你怎么借钱 好了那问题来了 这个律师不知道 什么样能力是怎么样 因为这个是太诡异了 因为就我们的资本市场来说 如果鼎王说他要钱一定一堆创投 那为什么这个可以拿到20% 你知道20%什么定义 他只要再联合一个次要股东 再拿13% 3乘3嘛 就可以对这家公司做绝对的控股了 他竟然愿意拿20%给某某人 然后钱都还没收到 这个人就把股票转出去了 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诡异的事情 所以里面一定有一些故事 他要说清楚 他有说 这个我觉得鼎王跟胖达人一样 这种模式我觉得现在 有一个地方很像的 我把它叫做完美风暴 什么叫完美风暴 我觉得如果现在台湾有一些餐饮业 要快速扩张 要上柜上市IPO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那个危机就来了 我前一天去看台湾现在号称 餐饮的龙头股 不要讲哪一家 年一月已经破百亿的 你知道我看他的税前毛利多少吗 到50% 电子业哪有这么好 不可能吧 电子业毛利毛三道四 电子业只有两家公司而已 一店跟联发科 很小 所以问题在哪里 问题就是说 毛利这么高你要怎么来 如果你要毛利高 我能想到最好的方式 那大概就是偷工减料 偷工减料 那刚刚瑞德讲说 有些人吃得出问题 我跟你讲这个要演示很简单 为什么 因为现在有很多部落客 是专门写业配 专门好的 对 那我就请他写 然后呢写了一大堆 那你在网路上 一google这个店的名字 你会跑出一大堆 对他不错的评议 其实那是买来 那是买部落客去吃 所以你很难去分辨 一般消费者很难去分辨 那天 那天